黄景瑜伸手挡住嚎嚎,嚎嚎乖乔把脸撇在哥哥腿上,这个细节好暖心。 顽皮的豪豪真正在和哈林,还有瑞尔的小姐姐玩得开心。 但是鲸鱼哥哥一出现就发现了问题,豪豪居然没穿裤子。 阿赶紧问,豪豪,你裤子呢?豪豪,奶生奶气的说,我的裤子丢了。 可爱的鲸鱼哥哥跟着学豪豪的语气,丢了。豪豪又说在上面呢? 这时哈林扑到哥哥怀里,豪豪貌似生气了,也推着哥哥,推完赶紧撤。 但是鲸鱼哥哥抓住豪豪想把他带到楼上去穿裤子。淘气的豪豪一百分的不情愿,顽强抵抗。 鲸鲸鲸鲸鱼哥哥抓不到手,只好拉住豪豪的小腿把他拉出来。而一旁的哈林也说快抱他走。 在Rina小姐姐的帮助下,经过一番拉扯,豪豪最后还是被鲸鱼哥哥的抱住了。 但是貌似还是没能上楼去换裤子,又被这小屁孩跑了。 逃跑后的豪豪十分委屈,感觉自己被Rina小姐姐欺负了。 这个小屁孩,逗不过人家,就去找东东哥哥告状。 他拉着东东哥哥的手,指着Rina说,他,他打我,东东说,他打你啊。那,你也就只能忍了。 听了这话好好都呆住了,这是什么社会,怎么如此冰冷。 东东哥哥又补充一句,你小,你打不过他。 一旁的餐桌坐着的晨晨忙着帮出主意,我告诉你一个妙招,他又是在打你,你就跑。 听到这个建议好好表示莫名开心,现在也不介意被打了,他吊东东哥的手玩得开心呢。 不过一会,他又去招惹Rina了,出师不力一过去,就被Rina的侍后宫给吓到了,跑出去,又折回回来,不过看到Rina摆着架势赶紧跑了起来,Rina也在后面追了起来。 。 餐桌旁的鲸鱼哥哥淡定地看着,晨晨小赵两人欢呼地给好好加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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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维得跑了几圈,终于感觉自己要被追上,好好很机制地往餐桌跑过去,看来是要去求救了。 看到豪豪快速地跑过来,鲸鱼哥哥很快速地伸出手挡住了豪豪的脸,防止他杀不住直接撞到餐桌脚上面 鲸鱼哥哥真的好细心了,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出了就正确的反应 豪豪看到鲸鱼哥哥伸出手,他赶紧往鲸鱼哥哥身边靠 只见鲸鱼哥哥伸出去的手很自然摸到了豪豪的头上,天哪,如此自然地摸头杀 豪豪也很乖巧地靠着鲸鱼哥哥的大腿,歪着头把脸贴上去,一脸的委屈 看来是被Riener给追惨了 这里一个小小的细节真的好棒啊 感谢摄影师能把这么暖心的镜头给我们记录下来,鲸鱼哥哥这个摸头杀可以看一万遍,而好好趴在哥哥腿上委屈的小模样也超级可爱 超级有爱,超级暖心,各种满足,循环了无数遍 还有这样的小细节吗,请不要停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